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他是音乐制作人 同时也是华人界和声天后 和声配唱老师 这个马玉芬老师 老师好 谢谢 书尾 大家好 大家早 是 好 我们如果很常去看演唱会的话 都可以看到马玉芬老师的身影 就在天王天后的旁边 谢谢 所以老师 这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主要是跟我们分享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这个澎湖惠明医院演唱的公益单曲 爱无惧 我相信很多POP Radio联播网的听众朋友 也常常听到这首歌曲来 我们已经热播了 非常感谢POP Radio 有如此的支持 真的 那白芬老师怎么会有这样的契机 跟他们有这样的合作 其实是今年 今年大概2月吧 那时候就是 我就接到了一个简讯 那他们就问我说 老师因为我们现在因为 有一个澎湖惠明医院重建计划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歌曲 可不可以请您来唱 那其实当然对我来讲 我每次一听到公益歌曲这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 嗯 我好像可以 我就是觉得 反正得到了很多嘛 在这个音乐环境里面 我觉得我应该要回馈 可是那时候其实 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 我当时想说 好 我说那你先让我了解一下 结果在了解了以后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澎湖惠明医院是由 那个天主教林一慧他们所创办的 那是在1957年的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1957四十几年了 46年 民国46年 对对对 到现在60年了 60年了 对对 结果但是有另外一个音乐 我比较熟悉 就是罗东圣母医院 我想说这两个音乐有什么关联 原来他们都是天主教林一慧所创办的 所以对我来讲 然后呢 于是我就开始看网上啊 有关于罗东圣母医院啊 然后所以他们才成立了 真的像这些神父他们 从年轻的时候耶 然后来到这么远的一个国度 他们可能之前也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然后就来了 对不怕的 没在怕 然后你看一待就这么这么久 然后几乎一辈子都奉献在台湾 而且还偏乡 所以真的 真的老师在听到他们故事之后 也有很深刻的感动啦 对所以刚刚在讲说 那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无拒 它是没有距离的 最主要是因为澎湖惠民医院 他们现在已经非常老旧 殘默不堪 所以呢 必须要有这个重建计划了 因为罗东圣母医院算是已经 很健全了 那他们现在知道 他们必须要开始为惠民医院做一些事情 那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 它里面的歌词所传达的 就是在描述这些神父 意大利的神父 对台湾所做的一些点滴 他把它很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拥抱 他就是坚守承诺拥抱平弱 这一句话其实我每次 唱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想说 对啊怎么可以 我们常常做事情三分钟热度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就是一直做 对 很了不起 而且老师你也亲自到了 澎湖的惠民医院去 对 对 就是澎湖的惠民医院呢 这次因为花火节的关系 我们也应该刚好是这首歌单曲的播出 手势的推出 所以呢我就跟 其实这首歌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希望 小孩子的 对对对 那其实小孩子的版本是希望让他 有传递出来 就是我们就是接续了这份爱 然后呢 很有希望的再往下走 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就 我跟希望合唱团 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做了第一次的表演 那那一次其实去参观澎湖惠民医院 因为我跟他说 既然我们下去 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实际的去了解 因为在之前 当然我们也不敢出去嘛 那现在当然台湾很幸福 很多人旅游啊什么 我记得那天第一个 应该澎湖人很多吧 对 我们坐飞机 那简直是满满满爆满这样子 然后街上也都是人 全部都是 但是当你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呃 呃 很破旧 对 就是 你会觉得对比还蛮强烈的 哦 因为我们在台北 我们去到的医院 现在哪一个医院 不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而且台北真的太方便了 对 医疗院所 一个比一个 马等星 对 然后器材非常的棒 可是到那边真的 他大概就是 我想 最多吧 到20年前的样子 最多 嗯 对 然后还有他们的医疗设备 真的都好老旧 那个 附健的啊 给老人附健的啊 或者他们反正就是 所有的医疗 嗯 真的 我觉得他们 我知道他们都已经很努力了 而且那时候因为 人太多了 嗯 去澎湖的人太多 那是那个陈院长 他陈医师啦 他也是医师 亲自自己开着他们医院的车子来接我们 因为人力非常的不足 人力不够 对 院长要自己开车呢 可能也是贵宾啦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是说真的他们没有 钓不到车子啦 因为 而且医生愿意在澎湖 他是从台北过去 常租下来就是也很难耶 他是从台北过去的 对啊 因为像那种里岛啊 这个医疗院所本来就设备没有像这个都会区这么的好 那再加上这个惠民医院因为已经太长久没有整修了啦 是是 他没有 等于没有那个真的有那个经费可以让他们去做这些升级的事情 所以就蛮感叹的 然后碰到了比如说修士啊 还有护理长啊 他们都是从屏东过去的 修士过去已经二十几年了 然后那位护理长也是从屏东过去的过去的七年 他们就是选择他们就是要待在那边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说他们想要程序 这些神父为台湾人民的这种服务的精神 所以他们也也要留下来 就是最需要的就是在一些偏向地方 其实医疗资源不足 那总是需要有硬体软体的加入 这一些修士也好啦 这个医护人员也好 愿意选择在澎湖惠民医院里面长期待着 但是他们看着激情的老旧 设备的设备的不足 他们也是非常忧心 对然后其实当然这些最迫切面临的就是澎湖老化的问题 然后因为那边真的太多的年轻人啊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可能父母亲都希望他们到台湾本岛来努力打拼 可是留在那边的现在 那我那天看到都是大概八九十岁 甚至有一百岁的 所以他们也做了长照服务 他们就是最主要这些是为了长照服务 是好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这个马一芬老师 这次马一芬老师是担任澎湖惠民医院的传爱大使 然后他也无常的这个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老师本人啊 不然老师他其实也很少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小芬老师 好10点18分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音乐制作人马一芬老师 这次马一芬老师这个担任的是澎湖惠民医院重建计划募资的传爱大使 然后有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都会听到 我们会听到的是这个希望儿童合唱团的爱舞剧版本 也会听到马一芬老师的版本 那这一次也是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了就是澎湖惠民医院 尤其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这个募款 其实受到很大的依照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工业团体其实都是需要大家的帮助 那当然我觉得是也刚好我跟惠民医院重建计划有这个缘分 所以我也我觉得今年就是这三年吧 我就为他们多做一些什么 对多做一些事情 那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去惠民医院 然后呢最主要是要看到就是 这些想要唱歌给那些老人们听 他们在惠民医院接受长照的照顾 我觉得他们很孤单 所以我们因为像我们自己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现在87岁了 然后公婆也是差不多90岁 就是我们还可以有能力可以陪伴他们 所以他们不至于那么孤单 但是你到了医院你看到那些老人们 然后护理人员就推着他们 他们都是必须要做轮椅了 看到这个情景其实是可以非常的感同身受啦 就是他们奋斗了一生 可是儿女可能到后来没有办法把他们放在身边照顾 或者有的儿女就是已经在台湾了 他们也就在台湾奔倒落地生根了 奔倒落地生根也就没有常常回去了 那也有可能这些人他们可能也都老了 所以你要说老人老老照顾 老老照顾 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我们台湾现在来讲 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老年化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能生小孩赶快生小孩啊 不然我们的亲生儿太少了 但是老化的速度太快了 对那所以在那边呢你所看到的 惠民音乐他们被照顾那些老人们 那我除了唱歌给他们听以外 然后就看到他们还有安排很多的课程 比如说要帮他们复检 然后让他们做一些不同的肢体的动作互动 然后还让他们种盆栽 因为种盆栽他们说护理长说 那个会让他们有感受到生命力 对对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医院他们几乎什么都是要靠他们来照顾 所以呢现在我知道澎湖惠民医院呢 他们大概有照过了不到九十位啦 差不多九十位 然后还有日照的 日照的总共差不多 就是他们能够做的真的很有限 因为这些老人他们是需要护理 护理人员三班的轮 然后他们只有二十几位嘛 所以他们全部都住在医院里面 非常辛苦 那因为其实照护长照的老人家 其实真的需要很大的这个耐心 爱心 然后以及因为 其实因为我母亲之前生病嘛 他就是老人家在生病的时候 他情绪也会有波动 所以你在照护他的时候 你也需要去安抚他 可是每一个照护者也有自己的情绪 所以其实就是软体硬体 如果可以让他们环境稍微更舒服一点 然后设备更先进一点 其实对老人家照顾 对医护人员的负担也可以减轻 都会减轻一些 那现在当然澎湖惠民医院他们 现在第一个当然医院的设备老旧了 再来就是因为澎湖 后来我再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澎湖现在呢老化的非常严重 他们知道可能在五年后 五年后澎湖的这些老人被需要 需要长照老人是 其实有四千五百位 但是澎湖不知道有多少间医院 他们现在好像是五间 五间或六间 所以这个负担也很大 非常大 但是因为其实一般的医院呢 他们其实也还有一些 是有比如说限制限制限力的澎湖医院 那因为惠民医院是自己民间办的 创办的 所以他们 资源没有那么多 他们是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的 他们都要靠募款 靠自己 而且他们所选择的是 他们很坚持他们要继续坚守 林医会的这个种子 要照顾这些失能 穷困 无一的 他们选择 他们就是还是要坚守这一块 所以对于做长照的他们 他们其实是承担了很多 现在澎湖大概能够长照的 就是只有两百七十几位 可是惠民医院就占了八十几位 然后其他的医院 其实你可以想到其他医院很多 就是有病房啊 然后病人来了 然后可以出院了 可是在惠民医院 他们占了很大量的长照 他们承担了这份工作 所以他们现在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在另外找一块 比较大的地方 第一个呢 可以再盖 对可以再盖 那第一个是因为 你不可能让这些老人他们 因为他们就是要一直住在里面 所以他必须要同时间 他要开始建造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 再更加强 对于所有澎湖地区的一些医疗的帮助 所以是希望能够盖一栋是长照中心 老人长照中心 另外一栋是医疗大楼 所以他有这两个的话呢 其实对于澎湖来讲 会帮助很多 那他们当然 可是当然啦 能够被帮助到的 真的能够住进去的老人 还是很有限 他们当然希望那时候 可以达到大概150位吧 但是 当然我知道 我们跟我们刚刚讲的 4500位 那个差很多 比例还是 比例很多 可是我想他们就是尽他们所能 能够做的 尽量做 所以我们也需要 庭中朋友 还有有能力的企业家们 好我们可以来帮助澎湖惠民医院 所以这次要筹备的 善款大概有多少钱 很庞大 很庞大 要5.5亿 5.5亿 因为你要盖一个长照的那个 对 一个 一个 创造中心 机构 对 还有一个医疗大楼 医疗大楼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其实在澎湖 我们讲说那边的风沙很大 就是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很多的建材 可能都要从台湾 运过去 运过去 其实他这个所有的成本 都会比在台湾自己本岛的 要做的 要更高 所以他的这个费用就非常的高 那当然那个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前一阵子就是 意大利神父 也就是林依慧现在的会长的 李若瑟神父 他曾经有出来 那时候他就说 请大家可以帮帮意大利人 他只需要一千万 然后其实那一次是吓到他们 他们没有想到六天就能够 马上就有善款 就有善款 而且 有意义 但是那时候他们就说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就只是要一千万 然后能够帮助我家乡的人 这样就够了 可是他说 现在这件事情呢 还是回归到台湾本身 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台湾偏向的地方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出来 再跟大家 又再请求大家的 爱心的捐助 因为台湾的民众 其实大家都是 有能力的话 都还蛮愿意去帮助的 对对对 非常 那当然台湾的社福团体还蛮多 然后需要协助的也蛮多的 但是你说像澎湖 如果说老化的状况这么严重 在五年之后 可能需要协助的长辈 老人家 对 如果十千五百位的话 哇那这个是一蛮急迫的事情 因为你盖 藏照中心 这个医疗中心都需要时间啊 就是啊 所以他们现在 他们当然是希望 现在开始能够 募款 能够让他们明年 可能 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希望啦 希望 他起码要开始要动了 因为他如果 反正 我觉得这些神父也好了不起 他们就是 我还没有筹到这些钱 可是呢 我知道 我就是必须 要先开始做这件事情 他们始终抱着希望 就是觉得 台湾都是非常有爱的 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就像他们之前 在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也没想到 当然 罗东圣母医院 彭湖惠民医院 也都是靠大家的善款 是 是 来一点一滴建造出来的 嗯 所以他们是希望 明年的7月 他们开始可以 开始这个 动土的 开始 这个彭湖惠民医院重建 动作开始 还蛮急迫的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有能力的话 我们可以上这个 脸书粉丝团是不是 找彭湖惠民医院 封杀中的爱 还有罗东圣母医院 把爱传下去 上面都可以有这个重建计划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有些能力的话呢 欢迎大家 小额大额都可以 对啊 我觉得真的台湾人的爱 就有的人 你知道上次 就是 他们就跟我讲说 他们的捐款 就是 有的人就是说 我想要 来捐几千块 因为 父亲以前 来这边 没有办法付药费 没有办法付药费 但是他们老早就已经把那个 借具给撕掉了 这是罗东圣母医院做的事情 那澎湖惠民医院 当然也是同样的 是是 好 所以大家一起来 帮助澎湖惠民医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 再来请教 马玉芬老师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音乐制作人 马玉芬老师 他非常的 希望大家 跟他一起 我们来帮助澎湖的惠民医院 重建计划募资 那老师也为了 这个澎湖惠民医院 担任传碍大使 然后跟大家分享 这个公益单曲 爱无拘 爱没有距离 就像是意大利神父来到台湾 哇一待那么久 搞不好他们 我听说好像神父修女 是不能够随时回家乡的 好像有些时候是没有回去过的 他们大概有一辈子 大概有回去过几次 就是很少 而且第一个他们不能结婚 第二个就是 他们也没有自己个人的财产 就是你所有的所需 就是让教会给你 对 是这样子 那刚刚我就想说 我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到了那个 澎湖惠民医院的时候 也有跟他们聊一聊 那当然 他们这些老人家们 呃大部分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自己表达 对 那就是跟这些护理长啊 护理人员 他们就讲说里面呢 其实有一位 那天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一百岁的阿嬷 一百岁 那当然坐轮椅 那其实他的 他还不错 就是你当你唱歌啊 或你在他旁边 他会有一些笑容 有一些 但他们说 其实你知道 当刚开始他被送来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排斥的 他觉得 为什么他要 他要来这边住 然后呢 但是子女没有办法 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他照顾到 就只能把他送过来 那送过来的时候 其实他最刚开始是非常难过 那么 护理长他们想怎么办 因为 他们就算他们怎么照顾 可是可能亲人不在旁边 他们想说 啊 视讯 然后他就跟他的家人讲说 不行 你们没有来看他 你们不能过来 没有关系 但我们坚持 你一定要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跟你视讯 你们一定要跟你妈妈说话 就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 这件事情啊 帮助很大 就 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就是 所以这个阿嬷 现在呢 就比较释怀了 就很开心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难过 但是我也觉得 嗯 因为有这些护理人员 对他们的照顾 这位阿嬷呢 其实他 就是已经 在这边也 可能走到 就是最后的阶段 然后他们就问说 阿嬷你想要什么啊 阿嬷说 我很想要回家 哦 哎哟 你听到这种话 你真的很伤心哦 很伤心欸 他说我好想要回家 那后来他们就 动员 就是所有的医护人员 他们就跟他们讲说 好阿嬷 那我们跟家人 我们跟家人先来 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他们就整组人员 就陪着阿嬷 回到那个家里面 让他在那边 好有爱心哦 让他在那边一个礼拜 哇 然后 就因为他们 完成他的心愿 完成他的心愿 那后来 再把他带回到医院来 那最后是在医院 中老了 对 其实医护人员 说实在来 他也不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对啊 可是他们就是 这么的有 爱 他们希望能够 帮助这一些 呃 可能你要面对 人生最后礼路的长辈 他能够很 很 很 呃 不留遗憾的走掉 对啊 就是 但我知道 因为他 他们说因为 他们其实去那个 去他们家的时候 嗯 他们其实自己 他的孩子 也都是阿公阿嬷了 也老了 都是阿公阿嬷了 所以 我们有时候 我们刚才也听到说 蛤 不让他回来 不让他在家里 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后来你仔细想想 他们也老了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承担 对啊 你看如果阿嬷已经快要 九十几一百了 那他的小孩 以前的人家 可能都 都很早婚啊 可能都已经七十几岁 七八十岁 对七八十岁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 去抬这个 嗯 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们就真的 这个长照呢 非常的需要 那尤其是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生孩子 嗯 所以 这个长照 其实对于台湾人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会老 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 让自己老的是 有品质是健康的 可是谁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 所以现在帮助别人 其实以后也是帮助我们 也是帮助自己 因为我相信这个 这个 他是一种 嗯 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就会 嗯 知道我们的之后 我们的老的时候 我们是有所依靠的 对 而且像老师到这个 澎湖惠明医院去唱歌 给这一些长辈听 哇 他们应该都会觉得 非常陶醉吧 对 但是 但是你知道 有听到 哇 我知道呢 我就想说我要找老歌 唱给他们听 嗯 其实是我自己先受不了了 哈哈 就是 因为你 你在想说 欸我要唱哪些老歌 给他们听 那当然澎湖 外婆的澎湖湾 一定是要唱的 对啊 因为是澎湖的歌啊 对 然后就看到 就是你有一种对照 外面是一种欢乐 但是你来到医院啊 你来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的是 这样的景象 可是这个是很真实的 所以 那个心很酸 然后我就还准备了另外两首歌 一个是 我想说我要唱一个台语的 那另外又唱一个不了情 我想这个不了情 应该是他们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歌 可是是唱这两首歌 第一个 他们很熟悉 他们会跟着唱 可是你有看到 有人流下眼泪了 就是 我想说 哎呦我到底选这个歌唱 他们听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 可是 你自己知道 就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 年少时候的记忆 对啊 所以他们总是 听到这些歌曲 可能就是往事涌上心头 对往事涌上心头 但是我觉得啦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 大家有一集大合照啊 其实这些 我觉得 就是 里面有一些阿嬷 他们开始就会 他们的 脸上的表情 就比较 和缓 比较和缓 比较和缓 你会觉得说 的确 其实音乐总是 抚慰人心啊 对 虽然有很多往事 历历在目 对 好像可以 至少可以让他们有 有所抒发 或者是有 有一些 相连 是 所以老师到现场 因为老师是一个 很感性的人 所以他到现场 看到这些 长辈 流下眼泪 你不会也哭了吧 我 就是要抑制住 自己的情绪 多多少少 对 有 是的确会 哽咽啦 就是没办法 那因为真的是想到说 我们自己 每 每一个人 以后都会老 对呀 想到说我老的时候 不过 这个搞笑的 讲好笑的 以后 当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在医院 万一我们在那边 需要受到照顾 他们会唱什么歌 给我们听 真的 如果说 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说 其实 老 然后得到好的照顾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全民的福利 但是我们都希望说可以 让自己健康得到好的照顾之外 当然就是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 可是现在在眼前就是澎湖惠民医院 已经设备老旧不堪 一定要重建 而且他们负担了 而且他们负担了 我看知道说是整个澎湖县三分之一照顾量 是的 这个负担很大 是的 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们反正就是坚持他们最早的最早的那个理念 林医会 对 他们就是要坚持要服务偏乡的所有失能贫困 需要被照顾的人 这样子 所以澎湖惠民医院会希望扩建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募款 然后未来好像会变成罗东圣母医院的一个澎湖分院 未来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现在那个医疗的资源也是不够的嘛 就是我讲包括医生 对 包括这些护理人员 所以罗东圣母医院他们知道说现在他们这边已经比较完善了 那也甚至他们都还有其他的什么学校啊 还有幼儿的一个照护中心啊什么的 他们很健全的 所以他们现在全面主力就是要帮 希望帮助澎湖惠民医院 澎湖惠民医院 也等于就是让罗东圣母医院的一些资源 也可以互相的做一些协助 那当然因为其实去那边 对于医生来讲 很多医生现在是一个礼拜飞过去一次 所以没办法有容纳这么多人 可以在那边住啊 可以医护人员也可以在那边 那他们现在等于是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 对 在资料当中可以看到说澎湖惠民医院是目前澎湖最大量能的长照机构 那因为已经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急需要大家的协助 那对于澎湖当地的老人家来说 真的很急需要 因为我看到资料说如果现在不做的话 六年之后 哇六年之后那个恶化的程度 可能会有25%的恶化程度 比现在激增将近25% 那等于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好的长照机构的话 无法得到好的照护 可能就会负担越来越大 对所以很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最终想要传达的就是 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爱送给澎湖的惠民医院 然后让他们那边的这些能够有这个 对就我们讲的简单一点有钱出钱 对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愿意在那边奉献的 可是他们能够用孕药道的资源真的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想说我们大家就是分工 对 不论是多少一起 对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 希望儿童合唱团的爱舞剧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伟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 我们今天现场是天皇天后御用制作人 马玉芬老师 谢谢书伟 马玉芬老师她真的是非常有爱 她这次无偿的希望能够帮澎湖惠民医院 来达成他们的重建计划 然后我们刚刚居然就在我们on air的时候 收到一个信息 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要非常谢谢太医生医集团 刚刚听到马玉芬老师的分享之后 他们就说他们有愿意 要一起加入这件好事情 太感谢你们了 马玉芬老师一听到 都哭出来了 因为太医生医集团也是我们POP Radio联播网的客户 也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支持我们电台的 那总经理杨慧中总经理 谢谢你 谢谢太医生医集团 非常谢谢杨慧中 杨慧中 杨总经理他自己本身也是律师 然后他们做了身法执法 也有医美 也有律师 事务所等等 非常谢谢你们 感谢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太医集团 谢谢 今天一听到的时候马玉芬老师就感动的 哦 你知道就是很想很想要帮助他们了 其实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上了 其实有上了几次电台的节目 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节目 这个on air就有人这样捐款 那当然心里非常的感动 就是真的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我们APP上面留言 大而小而都可以 然后还有人建议说 那是不是可以去找某某企业的谁谁谁啊 好谢谢你们的资讯 我们都会把它记下来 非常感谢 对我已经记下来了 再去看看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请这个马玉芬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共襄盛举的话 我们要到哪里去捐款呢 麻烦大家上一下脸书 澎湖惠美医院封杀中的爱 或者是脸书 罗东圣母医院把爱传下去 这两个地方你们会有得到非常齐全的资讯 是是没错 那因为马玉芬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他这三年 对 他都会 对 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 去 去尽力啊 对 我想说 我们总是要学习 神父当初来到台湾的这些精神 为台湾人民 他们是努力了六十几年 对 我们起码要可以贡献我们自己的能力 这样子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再次谢谢马玉芬老师 非常感谢苏惠 那我们现在要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要来听马玉芬老师所唱的这一首 爱无惧 谢谢老师 谢谢苏惠 谢谢大家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锁定下